阿弥陀佛 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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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意 净土大经科诸 请诸位同修先开注解 四百三十九页 四百三十九页 请看第八行 恶鬼者 《大圣》 《大圣》一章八曰 《以从他求顾 名名恶鬼》 又常积虚 故名为恶 孔切多位 故名为鬼 这是一段 前面一堂课呢 今天我们跟大家汇报了 地狱道里面的状况 我们昨天有看到 这个根本地狱 它有八热地狱 八寒地狱 还有十六个小的地狱 十六游征地狱 那比这个地狱道 果报轻很多的 就是鬼道 此地呢 把这个恶跟鬼分开来解释 其实这个鬼道里面众生啊 并不是一个个都是 常常饥饿的 还是有一些鬼呢 它有那么一点点福报 所谓的福德鬼 哪些呢 想必大家有见过 这个土地庙 土地庙里面供着土地公 土地婆 大家看过吧 那这是算是啊 这个鬼道里面有福报一类的 可是大多数鬼呢 他们都有这个饥饿的果报 所以称之为恶鬼 在此地引用大圣一章里面的说法 以从他求故 名恶鬼 所以这一类的众生啊 他们要得到什么东西呢 不是自己有这个能力可以获取的 要靠别人呢 施舍给他 最直接的吧 他要吃啊 他这个食物从哪来呢 从人给他的 想必大家都有看到我们这个道场 灾堂的门口 柱子上面有一个小平台 那个就是施食台 给谁来吃饭呢 就是给这些鬼道众生 所以我们这个佛堂啊 供着许许多多的牌位 这么多的神灵 这么多的鬼神 天天都到那个施食台那边呢 吃这些食物 所以我们经过那个施食台的时候 当有法师同修在那里施食 我们经过的时候呢 一定要亲手亲叫 千万不要大声嚷嚷 不要干扰那个同修呢 施食的这个过程 要不然的话我们扰乱 这个施食同修的清静心 而这些鬼神吃不到他这一餐饭 我们旁边人 那是要遭报应的 众生为什么会堕到鬼道去呢 原因很多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贪心重 贪什么 太多太多了 太多太多了 我们就举几个最主要的吧 财色名利 很多人都贪足 这种烦恼重 就会导致他将来 跺到这个鬼道去受身 受报 假如说我们对世间法不贪 来到佛本里面学佛了 我们要贪佛法里面的东西 这个好不好的 也不好 像有的人他贪什么呢 他喜欢收集许多古董的佛像 喜欢收集这些古本的经书 其他这个也算是贪 佛像嘛 为什么要收集呢 佛像制作完成呢 应该把它拿出来供养大众 让每个人看到 每个人能够礼拜 这是无量功德 经书呢 把它流通出来 也是要让大家呢 天天阅读的 而不是说自己收藏起来 或者是呢 高价买卖 赚取这个利润 这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学佛呢 就是把内在的贪心给去掉 此地还讲 他为什么叫做恶 又常积虚 故名为恶 这个积虚 为腹中空虚而积恶 我们说的比较通俗一点 就是恶肚子 所以在寺院里面 给这些鬼神 诗诗三餐 功德很大 同时呢 我们也跟这些众生 广结善缘 假如我们有这个天眼 你就看到旁边 四周 许许多的众生 都来到这个诗诗台 人还没到 他们呢都已经在那等着 这是跟大家的结善缘 为什么叫他做鬼呢 下面再说 孔妾多位 故名为鬼 这个孔妾 就是说他为妾 害怕 应于有所谓的 人怕鬼三分 鬼怕人七分 所以说这个 鬼怎么样呢 鬼很怕人的 他看到人呢 他就会躲得远远的 现在搞颠倒了 现在我们人怎么样呢 晚上走夜路 尤其是一个人单独 在一个黑漆漆的路上走 很害怕这些鬼 本来他们是怕我们的 现在变成我们怕他们 那他就会怎么样呢 故意来捉弄我们一下 那一般鬼长得多高呢 三尺 大概就是一米高 大概到我们的腰部吧 这样子 所以我们对于这些鬼呢 不必畏惧他 那假如说遇到这些鬼 我们怎么办呢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鬼 想不想 不想 怕 还是有些人他遇到这些众生 能够遇得到那是缘分 没有遇到还是缘分 假如说真的遇到了 我们就应该要劝他念佛 求生西方净土 下面是大皮婆沙论所解释的 鬼者为也为虚妾多位 这个虚妾是说胆怯心计虚劳 这一类的众生呢 他常常会感觉到恐怖 有威也能令他为其威也 这个威是什么呢 我们要是怕鬼啊 那个鬼呢就会常常啊 来吓唬我们捉弄我们 甚至还欺负我们 所以人呢一定要心正 您心正呢 这些鬼就不敢来干扰您 他就不敢来靠近我们 有希求名鬼 为比恶鬼横从他人 希求饮食以活性命 这些众生很可怜 没得吃的 所以呢他需要别人啊 给他这些饮食 所以佛门呢 有这个蒙山诗食 我们这个道场 是没有做这个蒙山诗食 但是我们有这一个 早中晚三餐的这一个供养 还有每周日下午这个三十七年 一开始呢 都会念这个辩食真言 那也算是呢 供养这些鬼神 所以这些食物啊 我们摆着那 如果没有念这个辩食真言 没有去观想这个食物 它不可能变成那个鬼能够吃的东西 在他们来看呢 这个食物如果它捧到嘴边 它口一张开 它这个火啊 会从口里面一下子喷出来 把那一盘食物呢 给烧焦了 所以这个佛门呢 应该要做这一个 供养这些鬼神的事情 这是啊 度化这些苦难众生 有云有说 饥可真故名鬼 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啊 它这个饥可很强烈 这个真啊就是圣的意思 说的白一点吧 很饿很渴 为什么导致这个样子呢 还是在于它以前贪心重 所以多到这一道里面 就要受这个报应 有比积极感激可业 今百千岁 不得闻水明 岂能得见 旷富得处 造什么样的因 就决定了会得这个果报 我们看这些鬼啊 过去生中造的业不善 他百千岁这么长的时间 连那个水的名称都听不到 那他怎么能够看得到水呢 他怎么能够喝得到呢 所以我们大家 应该觉得自己很幸运啊 我们喝水好像觉得怎么样 很正常 可是鬼哦 看了那个水啊 他就觉得 跟我们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鬼啊 如此可怜 要生慈悲性 他们看到水 像着火的一样 看到食物呢 也都把它烧焦了 所以 我们真的要发大心 好好念佛求生西方净土 因为到达那边之后 我们才有能力去普度这些 鬼一道众生 下面还有 有说被驱翼故 名鬼 恒为诸天处处驱翼持走故 这是说呢 这是说呢 有很多鬼啊 他被天神 被鬼王驱使 也就是做他们的奴役 替他们办事 受他们的指挥 下面念导解释了 此道亦便诛驱 这是讲啊 鬼一道众生在哪里啊 佛在经上给我们说了很清楚 我们这一个星球 是人鬼杂居 什么意思呢 凡是有人的地方 就有什么 就有鬼 不过呢 一般来讲 鬼什么时候才会出来活动呢 我们的白天是他们的晚上 我们的晚上就是他的白天 所以他们出来活动的时间是 一般人到黄昏的时候 他们就陆陆续续出来了 因为我们人的黄昏就是他的早晨 有福德者做山林总庙神 这是有福报的鬼 这就不是恶鬼 他们是在这个山林总庙做这个神了 这个种啊 这个种啊 是高大的坟 那么这些 三神庙或者是土地庙 一般呢有当地的居民呢 会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呢 到这个庙里面 施食供养这些神众 这样子呢他就不愁吃 不愁喝了 所以诸位同修 如果哪一天您经过这个山神庙 土地庙 如果自己肚子饿了 您可不可以去拿那个贡品呢 无声建议啊 最好不要碰 为什么 这是给谁吃的 是给这些鬼神吃的 我们人最好不要吃的 那如果是没有福德的鬼呢 就像下面所讲的 居不尽所 不得饮食 长寿鞭打 田河色海 受苦无量 人没福苦 那鬼如果没有福呢 更苦 他们住在哪里呢 不干净的地方 没有东西可以吃 而且呢 常常受到鞭打 被那些鬼王 天神 拿去做什么呢 塞那个河 塞那个海 这个情况我们眼睛也看不到 只能够读经上讲 我们才稍微知道一点 那什么叫 他住在不干净的地方呢 在佛门有这样一个规矩 小妹大家也听过 就是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啊 您上厕所 尤其是晚上上厕所的时候 因为古代这个厕所 不像我们现在 是很现代化的 他们是毛坑嘛 那要进那个厕所呢 要 要敲一下门 敲三下 或者是三坛子 这样子 坛三下 或者呢 您咳嗽一下 咳嗽一下 做什么 就是提醒那个 粪坑里面的鬼啊 你们散开 免得呢 把你们身体弄脏了 因为他们正在下面吃嘛 喝嘛 所以我们看 煞咳 Davin 他说 例如鸫鸫历了 大家utsi colored makeup 身体挭脏了 是 hace 这个鬼 harm 我是每一件事 但是我们的 Quando 我都被战斗都把她们再作詞 这是讲古时候 这个厕所是茅坑 但是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环境呢 是冲水马桶 那这个粪便呢 什么的都没有留在厕所里面 全部被冲走了 所以这些鬼神呢 连吃的东西都没有 所以现在的鬼啊 那个果报比以前的鬼还要可怜 另外 辅红鸡云 下品五逆十恶者敢知 指恶逆中之最轻者 这个五逆十恶里面 造的最轻的 他就躲在这个轨道 如果造的重呢 他就直接躲到地狱道了 就是我们昨天所讲的 那个地狱道 所以这个鬼道啊 不能够去啊 接着呢再说 果报再轻一些的 法界是畜生道 畜生 新义为旁生 指旁行之生内 这个新义呢 是从唐朝玄奘大师 那个时候开始 就把这个畜生呢 把它翻成是旁生 在他之前翻译的呢 就是旧义 旁行 是什么 就是他这个身体啊 他不像我们人是站着 这样子两个脚啊 直直这样走路 你看这个狮子老虎 他们怎么走呢 它是在地上 这样爬行的 慢慢走的 心菩萨论云 其行旁故行一旁 以行旁故行一旁 事故名旁生 旁者横也 慧苏云 此道便在诸出 披毛带脚 拧甲羽毛 四族多族 有族无族 水路空行 互相吞淡 受苦无量 抚红济云 做中品 五逆舍者 感知 这个畜生道里面的生活啊 也是非常痛苦 那这个鬼啊 我们一般很少见到 地狱道呢 很少见到 但是畜生道呢 我们常常见到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动物啊 很可怜 它这个身上就是那个羽毛 或者是皮毛 一年四季 就是那样子 披在身上 不管是天气热 天气冷 都是那样的穿着 它这个吃呢 不固定 有食草的动物 有这个食肉的动物 一般这个肉食动物呢 都是个性呢 比较凶猛的 它要吞淡 其他非的这些群类 或者是呢 吃陆地上的走兽 或者是水里面的鱼类等等 甚至我们还听说啊 有这个老鹰呢 它饿极了 就看到地上有个小婴儿 在地上走 它怎么样呢 它甚至要把那个小婴儿 给抓起来 要把他给带走 我们在网路上 曾经看得过这样一个视频 当时在一个公园里面呢 几对夫妻吧 就带着他们小孩子 跟一些朋友们 在公园里面玩耍 可是一个小朋友呢 走得太远了 那另外一个老鹰呢 这时就飞过来 要把那个小孩子给带走 还好 那个小朋友长得比较胖 带不起来 他提不动嘛 不过当时的父母 吓到了 赶紧追上来 把那个老鹰呢 给赶走了 这里呢 这都是讲到啊 三个道的情形 所以我们不想跺在地狱道 鬼道 畜生道 就一定要修善因 那畜生道最主要是什么因 它跺在那里去受报呢 就是愚痴 就是无名 好 我们再看底下经文 所有一切众生 阿弥陀佛有发48大愿 分为24章 那第一章呢 就有两个大愿 在这个地方呢 做一个总结了 下面给我们做一个解释 燕魔罗 这个燕魔罗我们中国人一般讲啊 燕魔罗 鬼王 也称他为呢 燕魔罗天子 燕魔罗 有好几个别称 这里也给我们列出来了 它也可以叫做 燕魔 第二个呢 是燕魔 第三个 燕魔 一样的发音 但是不同的字 第四个呢 翻成是 燕魔罗 这全部都是 是泛语音译过来的 如果把它翻成中文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福 也就是用绳索 绑住这个罪人 燕魔罗 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 平等王 所以这一类的鬼王啊 他也是大公无私的 此王登陆治理世间 生死罪福之夜 原来燕魔罗王也是挺忙的 他要呢 查明世间人的 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到底是善还是恶 然后把这些资料啊 全部归档 所以他管的呢 是我们的生死罪福 生死是寿命长短 罪福呢 是我们这一生的福报 这个生死呢 是饮业 罪福呢 是满业 饮业 带着我们大家 以后到另外一道去投胎 所以人呢 一般来讲呢 是由两种业 被这个主宰 当然这个都是 我们自己造作 自己呢 受这个报应 那为什么地狱道的众生 被这个燕魔王 吸服呢 其实这段事情呢 还是大声经典 讲得清楚 佛经上说 一切法 从心享受 我们如果没有贪嗔吃 那就不会有地狱 不会有恶鬼 也当然不会有呢 畜生到 这个现象 可惜的是哦 我们无量解来 因为一念不绝 而有念念不绝 造作 贪嗔吃 这些罪业 导致我们 这个六道里面呢 出现了 三个道的现象 所以学佛 就是希望把我们这个 三途的 恶因 消除掉 没有这些 恶因 当然就不会有三途的果报 出现 佛法常说 要转八十 乘四字 一旦 这八十转过来了 这个十法界呢 它就不存在了 所以六道啊 是我们自己心意享生 佛法界呢 也当然是我们心意享生 我们想要知道啊 这个宇宙的真相 佛教过我们一个方法 就是修禅定 什么叫修禅定呢 我们说的比较通俗一点 就是心啊 不再动了 这个心不动 它会产生什么作用呢 心不动的人 他就能够了解 动心的人的状态 功夫高的 他知道那一个 他知道那一个 比较低的 不动心的人的境界 还有那个动的人的境界 动的可以知道动的 动的不能够知道不动的 不动的可以知道动的 也可以知道不动的 从这儿我们就明白了 是动好了还是不动好了 当然是不动好了 所以修禅定了 您这个功夫越深 所知道的事情呢 就越多越广越深 越明白越清楚 最后真的是 不起心不动念 我们才明了 整个宇宙都是假的 其实我们现在白天了 眼睛睁开 这六根接触外面六层境界 我们以为外面境界都是真的 其实是不是真的 都忽忽是一场梦幻泡影 所以阿罗汉对这个六道 他很清楚 他晓得全都是虚假象 在这里告诉我们 耶诺王他每天很忙 忙着登陆我们的种种造作 把我们每天起心动念 有哪些把我们做的哪些事情 逐条逐条的写下来 同时他也 足守地狱 八寒八肉 及其眷属诸小玉等 看来这个阎罗王 他这个管辖的范围很广 连地狱道也都是他管的 其实地狱道 鬼道 出生道 包括人道等等 都是怎么献出来的呢 华言经上 有两句话说得非常清楚 应观法戒心 一切唯心造 真的 一切法了 全部都是我们心享生 所以我们从今天起 一个恶念不生 一个善念也不生 我们心里面只生什么呢 只生阿弥陀佛这个念头 这是最好的想法 为什么 想阿弥陀佛呢 帮助我们出流到出师法界 您想善念将来生到三善道 如果想恶念呢 那以后就堕在 堕在这个三途 受苦受报了 除了一心念佛之外 我们还要尽量地去做 利益众生的事情 这佛门常说嘛 行菩萨道 什么叫行菩萨道呢 全心全意为别人服务 为大众服务 帮助一切众生 能够尽快地离苦得乐 帮助一切有缘大众 念佛生到极乐世界 这是行菩萨道 我们不但自己发愿 一定要求生西方净土 同时呢 还帮助周边的人 也能够相信这个法门 刚刚这里有提到 阎罗王他还管辖 这个根本地狱 根本地狱有两大类 一个是八寒地狱 一个是八热地狱 还有呢 他们的附属的小地狱 十六游征地狱 我们先不要说八寒八热地狱 那个滋味很难受啊 光是那个小地狱就够呛啊 大家应该记得吧 我们昨天所学习的 如果您忘记了 把前面内容再看一下 早年呢 师父上请三个女众同修啊 从《大章记》里面 收集了二十五种经论 然后呢 单独编成一个册子 师父给她重新取了个名称 叫诸金佛说地狱极药 专门讲地狱的夜莹果报 所以看了这本书啊 我们就知道地狱是真的不能够去 太可怕了 耶诺王他还呢 决断善恶 我们在这里想什么 耶诺王呢 都知道 那华严经上还说啊 当我们人出生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肩膀上有两个神 也同时跟我们一起出生 一男一女 一个叫同名 一个叫同生 所以这两个神呢 他对我们人每天 想什么 说什么 做什么 清清楚楚 同时呢 他们会定期的 把我们这些 想着说着做的事情呢 到时候再报告给耶诺王 所以在耶诺王那里啊 有我们全部的档案资料 多少啊 无量节到今天 所有这些档案 一个不落 耶诺王他还 一始鬼族 与无趣中 追涉罪人 当哪一个人 福报宵禁了 要来这个 受审判的 耶诺王呢 他就派这个鬼族 去抓那一个人 在哪里抓他呢 在无趣 也就是说这个人呢 他跑到天涯海角 都逃不过耶诺王的手掌 抓了之后呢 神判他 垂考制法 更无休息 你看这个 罪人多可怜 垂就是鞭打 那个考呢 也是包括什么 种种的刑法 在这个地方 他被垂考制法 没有休息 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是前面我们所看到的 无间地狱 其他地狱受苦报 还偶尔会休息一下 但是在无间地狱呢 每分每秒 每刹那 都在受罪 故三起经云 将复炎魔王 随意而受报 圣音声善道 恶业堕尼尼 这个地狱里面的狱卒呢 他把所抓到的罪人 送到阎罗王那里 去审判 审问完了 马上就判刑 判完刑呢 立刻就把他判到哪个地方 去受苦 当然最苦的就是地狱道了 而这个炎魔王 他会不会接受一般人的贿赂啊 不会 如果他还接受贿赂 他就不够资格 当这个炎魔王了 刚不是说吗 炎魔王翻成中文叫什么 平等王 等于说他是大公无私的 人间的这个审判官呢 可能会有一些不公平的举动 会收这个贿赂 但是炎魔王呢 绝对不会 可是有一些哦 这个罪犯 他跟炎魔王 在互相啊 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他会狡辩 我没有说那些 不该说的话 我没有做那些坏事 炎魔王就怎么样呢 你说你没有说过 你没有做过 来 我们到这个夜静台的面前 一起来看 什么叫夜静台呢 它就好像是一面很大的镜子 就把这个人呢 前世 譬如说前世在人道 他做了哪些坏事 像这个电视一样 再播给他看一次 这个时候这个罪人呢 就无话可说了 圣阴生善道 那恶音呢 当然就躲到山土去了 这个炎魔罗王又翻成双王 什么意思呢 胸及妹皆作地狱王 原来这个地狱里面也分男的炎魔王 也有女的呢 炎魔王 他们是胸妹 胸至男士 妹离女士 故约双王 所以到了地狱里面呢 哥哥呢 就治理 审判 那个男的罪犯 妹妹呢 就去审判 那个女的罪犯 燕魔罗戒者 这个戒呢 就是戒线 燕魔罗王所管辖的地区 就叫做燕魔罗戒 据色论云 燕魔王国 也就是燕魔罗戒 于此占卜舟下 这个占卜舟呢 是指我们这个南占卜舟 在我们这个地球的底下 过五百余善纳 余善纳就是游巡 那游巡又分为大游巡 中游巡 小游巡 它是五百游巡 有燕魔王国 众广量一儿 从此辗转 善居于处 这个地狱的中心呢 就叫做根本地狱 根本地狱呢 有八热地狱 八寒地狱 换句话说 这个大地狱啊 要么是极肉 要么又是极冷 前阵子我们听说 这个夏天的时候 某个国家的温度 居然上升到五十多度 五十多度 那个柏油路啊 它怎么样呢 它自然就裂开了 融化了 甚至于那个飞机场啊 那个跑道 都被溶解了 这是什么 这就是人间的地狱啊 其实我们这个 人道环境越变越差 跟什么有关系啊 跟我们的想法 跟我们的说法 跟我们的做法 有直接关系 因为我们心形不散嘛 就导致这个人道啊 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越来越差 有长阿含经 地狱品云 严福提南 大金刚山内 有严罗王宫 王所至初 众广六千游巡 看来这个地方啊 挺大的 一个环境的 三恶道 又名三恶趣 又名三徒 为一切众生 造恶所生之初 故名恶道 地狱恶鬼 畜生三道 名三恶道 法华经方便品约 以诸欲因缘 罪惰三恶道 像这些开示啊 我们最好是多看一下 提醒我们自己 不能够再造作 贪嗔吃了 三恶道呢 也叫做三徒 这个徒啊 就是道路的意思 下面念了 再给我们解释 该为众生 如内有贪求 欲乐之念 事为因 外攀缘欲境 事为缘 以此因缘 起念造恶 终度恶道 这个解释非常好 人 哪一个没有欲乐呢 那这个欲 佛家讲五种 财色 冰十岁 有时候 也跟我们讲 这个七情 七情是什么呢 喜怒哀乐 爱物欲 只要我们心里面呢 喜欢这些东西 贪着这些东西 那都是三恶道的业因 恶业里面 造的最重的 就是那个无利 十恶业 尤其是现在呀 世界人造这个 无利十恶业 更加多 更加普遍 甚至于很多人觉得 这个怎么样呢 很平常 谁不在造呢 他并不觉得这个 是羞耻的事情 他并不认为 这个不可以造 甚至现在媒体 电影 电视 报纸等等 都还在宣传这些恶行 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真正应该要宣传 是什么呢 是五伦五常 思维八德 应该要把这个 人伦 之本 大力的宣传才是 不应该再宣传 贪嗔痴慢 好 我们接着看 朱节 四百四十一页 第九行 他说 本章 具两愿 国武恶道愿 己不得恶去愿 第一章的愿文呢 一共有两愿 第一愿就是 国武恶道愿 这讲三恶道 所以在九十世纪啊 没有地狱恶鬼畜生 这个三宗法界 法藏菩萨当初 在调研的时候呢 把所有诸佛刹土里面的状况 全部都一一的 看过 他了解 所以他就发了个大心 在我这个世界啊 没有这个 六道 他也不要呢 世神法界 所以在极乐世界 是什么世界呢 一阵法界 第二个愿呢 不得恶去愿 不得恶去愿 是从音上讲 国武恶道愿 是从果上讲 其下 第一愿约 无有地狱 恶鬼情受 愿非如动之内 乃国中 无有三恶道愿 此正表 弥陀大悲心切 故守两愿 惟愿众生无苦 三恶道 乃苦中之极也 这个都是啊 阿弥陀佛 真正在帮助我们大家 要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呢 是诸佛如来 修行正果 唯一的宏愿 其实佛 菩萨 他们为什么要成佛呢 就是要帮助我们 永远离开苦难 可惜现在众生如何呢 不听啊 大家每天在追逐什么东西啊 财色名利 他就不知道这些东西啊 都是一场空 所以在大波尔经上 讲得非常好 我们把这个大波尔经呢 一总结 就得出一个结论 十二个字 一切法 无所有必尽空 不可得 所以这些世间的东西 没有必要再去争夺 古人有一句话 安慰我们嘛 命中有时 终须有 命中无时 莫强求啊 我们现在是 白天做梦 晚上也做梦 阿罗汉知道六道是梦 所以他稍微清醒一些 但是菩萨呢 知道这个 四圣法界还是梦 佛呢 晓得十报图 依旧是梦 所以我们现在在 什么环境当中 三个梦里面 我们是梦中之梦 要有处理性 凡夫啊 是两种生死都有了 太可怜了 四圣法界 他们只有一种生死 变异生死 我们呢 不但有变异生死 还有这个 分段生死 这些都是哪里来的呢 全部都是由我们自己 迷惑颠倒造业 产生这样一个果报 真的一旦头脑清醒了 就晓得 六道是虚幻的 实法界也都是虚假的 所以金刚经那个话 讲得太好了 凡谁有相 皆是虚妄 下面 密教中约 大悲为根 菩提为因 方便为旧境 这段话呢 我们以前有见过 这里也有提到 大悲是根 菩提是因 方便是旧境 方便是善桥 它是智慧的启用 为什么阿弥陀佛 发了四十八大院 要把这两院 摆在最前面 现在一些人呢 他看了这两院呢 他没感觉 什么样的人 他才有感觉呢 当他要死的时候 那个地狱向了 现前了 他就怎么样 他就吓到了 现在是没看到 还有这个胆量 去造作这个 罪恶 不知道 造这些罪恶 必定要受这个 报应的 所以佛提醒我们呢 要 有这个爱心 要大悲为根 的的确确 我们对待一切 人事物 都要有大慈 大悲的心 你看我们这个佛像 对脸 这提的 两边 各十个字 写得非常好 我们应该 存什么样的心呢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的心 怎么样处事 带人接悟呢 看破 放下 自在 随缘 念佛 您只要把这 二十个字抓住 那整个大藏经的 中心点 你就掌握住 所以对待一切人 对待一些事 一些物 都要用大慈 大悲的心 佛常常提醒我们 要发菩提心 我们这个心呢 要跟阿弥陀佛的心呢 看齐 阿弥陀佛是什么心呢 我们今天开始学习的 四十八月 就是具体的描述 阿弥陀佛的存心 想要得到佛力的加持 让我们这一生呢 无忧无恼 将来往生的时候 顺顺利利 那就一定要蒙得 佛菩萨的保佑 跟护持 怎么样得到 佛菩萨的帮助呢 就一定要存 向佛菩萨 同样的心 您存这样的心 自自然然就跟佛菩萨 感应道交了 所以这个十个字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就是佛心 就是菩萨心肠 由华恩经 普贤行愿平愿 诸佛如来 以大悲心而为体固 固愿国中永无恶趣 这是普贤普贤 所告诉我们的 的的确确 阿弥陀佛 他这个心真诚到极处 他慈悲呢 也达到极处 所以他的第一个大愿 就是希望 他的这个世界 将来没有三个道 同时我们以后 升到极乐世界呢 您也不必担心 我到了极乐世界 我还会会堕到山徒去 在那里会不会堕到山徒呢 不会的 我们这个世界 会不会堕到山徒呢 很容易 我们看这个世间 这个畜生到 他们日子苦不苦啊 刚刚乌生 离开疗房 正要锁门的时候 忽然看到两只鸟啊 在空中打架 那个个头比较大的鸟呢 可能在欺负那个小的鸟 你看 都已经堕在畜生道了 还要怎么样呢 还要互相的这样子 渊渊相抱 非常可怜 下面再说 不堕恶去冤 或冤 不更恶去冤 为第二愿 这个不更啊 就是说不经过 此诚第一愿而言 这是承接呢 第一愿来说的 我国不但无三恶道 甚至从燕抹罗戒等恶道中 这个燕抹罗戒呢 就是指的地狱道 我国呢 就是指的西方净土 在极乐世界 绝对看不到地狱道 鬼道跟畜生道 来生我国之一切众生 这个话 你要看仔细了 他不光是讲人 往生西方净土 还有哪些众生 往生到西方净土呢 使法界众生 都可以念佛 升到西方净土 那人跟三个道相比 您觉得哪一道众生 更加容易去基督世界 当然是人道了 是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人 他这个心 更加善良 环境也比较好 比较好修训 可是三个道呢 大家烦恼又重 环境又差 所以他能够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终然有 数量不多 那我们现在 好不容易得到人生 又闻佛法 尤其是遇到净土法门 一定要好好珍惜 现在八十亿人口 多少个人 遇到净土法门的 不要说别的吧 诸位同修 您就问一下 您自己的家人好了 您的亲戚当中 有多少个亲戚 跟您一样 遇到念佛法门呢 还有啊 有多少个亲戚 像您一样 肯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呢 最后 又有几个人像您一样 到最后临终的时候 一知识自在往生 层层淘汰下来 到最后真正念佛 往生到西方净土的人 太少太少了 唐朝时候 所谓的万修万人去 现在是多少个人 才去几轮世界啊 能够一万个人当中有 两三个就已经不错了 我们图巴十六万人 你就可以知道 十六万人 如果是一万个人 才两三个 那才多少个人 太悬殊了 因此呢 我们在现前 一定要牢记 佛菩萨的教会 千万不能够再造作 坦诚痴 不能够再跟任何人 结下新的怨恨 那已经跟别人 有缘了 纵然躲到天涯海角 还是逃不掉 他还是会找上门的 那怎么办呢 哎呀 躲不过 那就要忍了 是不是 那大家碰了面了 我们就应该怎么办呢 和睦相处 所以这个六度里面的 忍辱波罗蜜 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不要求别人去忍 我们自己要先忍 说到忍呢 华言经上说到十种忍 那就讲得很详细了 十方面呢 这个留在以后 我们再跟大家做详细的报告 那么底下再说 来生我国之一切众生 受佛之教化 哎 这就告诉我们 我们升到西方净土去做什么 上学的 我们是接受佛的 教化的 等于说 结果世界是个什么场所呢 它是个 用我们现代话来说 它是个佛学院 它是帮助我们大家 要快快成佛的一个场地 不但永不更入恶趣 并惜皆成就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看到这样一个描述啊 我们真的是感觉到非常欢喜 为什么呢 您只要升到基督世界 绝对不会再多到三个岛 同时呢 这一辈子肯定成就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尤其是 这里讲到西街 什么叫西街 一个不漏啊 只要是到达基督世界的人呢 众生呢 全都可以一生成佛 所以啊 我们应该要尽量帮助别人 知道有这个法门 劝大家好好修训 现在这个居住的环境 真的是越来越差 我们讲生活环境差了 学习环境差了 修行环境的也差了 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有老师教我们 有同餐道友带着我们 帮着我们 这个地方已经是很难得的 古时候嘛 人口少 事情少 是非少 业造的少 所以呢 好的环境 蛮多的 但是现在呢 众生福报越来越低 越来越小 我们如果没有一个 明师指点 没有好的同餐道友旁边提醒我们 又没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提供给我们修学 您说这个人不堕落 那怎么可能 那个能够不堕落的人 都不是一般人 所以佛不忍心呢 一次一次一次来到我们人间 以各种身相 教导我们 劝我们大家 要断恶行善 您想要居住在一个福地 首先就要修福 福怎么修呢 先从十三夜开始修 那佛在观无量修福记里面 还特别强调 三福 敬业三福 敬业三福 第一福就说到 孝养父母 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 修 慈善业 非常非常重要 此地有一个名项 我们简单说一下 阿尿多诺三秒三菩提 翻成中文的就是 无上正等 正觉 一般说简单一点 就是无上菩提 把它说得白一点 就是成佛 所以我们升到极乐世界 决定可以一生成佛 接着是谭乱大师 他所讲的 净土论诸 约 这个就是往生论的诸解 净土论就是往生论 他讲 佛所得法 名为阿尿多诺三秒三菩提 我们学佛 就是希望将来也能够证得 阿尿多诺三秒三菩提 这个阿尿多诺三秒三菩提 我们把它说得比较前显一点 就是圆满的智慧 这个大家都应该听得懂了 圆满的智慧 究竟的智慧 无上的智慧 像其他宗教嘛 赞叹上帝 怎么赞叹上帝呢 全知全能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其实上帝跟佛相比 哪个功夫境界更高呢 当然是佛同 所以我们呢 到极乐世界去 就是要把自己原有的智慧 德能 向好 全部都恢复过来 我们现在 说出来大家也不要难过 第一个 我们没有智慧 第二个 缺乏德能 第三个 长得又不好看 我们大家长得好不好看 年轻的同学 可能觉得说 哦 长得还不错 我长得蛮帅的 我长得蛮庄严的 好了 你现在是长得很庄严 很帅 那再过三十年呢 再过五十年呢 我们这个身体哦 佛经上说嘛 刹那刹那在变化了 说变化比较好听 说 说得比较 直接一点 刹那刹那都在衰老 我们三点半进来的时候 现在等一下五点钟出去 五点钟出去 您就老了一个半小时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六道里面 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哦 这个转迷为物 特别重要 六道 是我们 业力变现出来的 您想要有大智慧 大德能 大向好 怎么办呢 那就一定要好好学佛 学佛 佛告诉我们 要把那个烦恼转过来 转烦恼为菩提 我们用什么方法去转烦恼呢 读经 听经 念佛 拜佛 这四个方法 就可以把我们五世节以来 所有的烦恼习气 全部都给转过来 那转到最后 什么烦恼习气都没有了 您就证得什么呢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下面是法华玄战所讲的 阿云无 鸟多罗就是上 三是正 秒是等 三是正 菩提 是觉 把它合在一起 就是什么呢 无上正等正觉 那有人就好奇了 既然它可以翻成中文 为什么不把它翻成中文呢 还是保留原来这个 泛语的发音呢 这个在古代 翻经呢 有这样一个规矩 叫五种不翻 五种情况之下 就不翻它 它是属于 尊重不翻 所以就保留它原来的这个发音 但是意思呢 我们都懂 所以这个学道啊 就是希望自己将来 也能够气入到 无上正等正觉 这样一个境界 在这个大制度论 第85卷 也有一句话 为佛一人智慧 为阿尿多诺三秒三菩提 大家看清楚了 是哪一种人才具备 阿尿多诺三秒三菩提呢 唯有佛 是不是 他没有说菩萨 也没有说身为原觉 更没有说六道 所以到了最高峰 佛陀 才称得这样是 有阿尿多诺三秒三菩提 后面是念老师会讲的 恶道众生 善根 为弱 太可怜了 这就说明了三恶道的众生 他不是没有善根 只是他那个善根 怎么呢 缺乏 他那个善根呢 力量很弱 很容易受到外面的 这个影响 三恶道的众生 善根微弱 那我们现在是人了 我们的善根 现在怎么样 我们的善根 深不深厚啊 有人在想 不晓得了 他没把握 他不知道 那怎么知道 自己有没有善根呢 如果遇到财色名利 一线前 一考试 他依旧是如如不动 那这个人是真有善根 如果说 稍稍有一点钱财送给他 或者给他一个名分呢 要他当官 或者是做什么 这个领导吧 他就得意洋洋了 这都是没有善根 少善根的样子 还有 富多树叶 这个树叶就是说 我们过去生中 所造作的善业跟恶业 那在这里呢 多半是指的 恶业 蒙佛愿力加批 射受往生 这种情况啊 也唯有在 念佛法门里面 才可以看得到 因为这一段经文 它是专门讲的三个道众生 三个道众生呢 如果善根福的因缘具处的话 它也能够念佛 升到西方净土 所以古往今来啊 我们听说有不少的动物呢 念佛往生 前不久 我们看到一个同修 发来的一个视频 就是在南海 有一个寺院里面 那有一个法师呢 他做早课 他在佛像面前合掌 他跪着 跪在一个拜殿上面 在诵经还是念佛吧 旁边呢 也有一个拜殿 那个拜殿也有一个众生 在那里跟他一起做早课 大家猜猜是谁 是一条狗 那个狗他也站起来 手呢 他这个 也是这样子要合起来 很恭敬的 从这我们可以看得出 这个狗菩萨 他有没有善根 很有善根 所以我们每天早上啊 会看到隔壁邻居的一只猫 都会来到我们学 在那个灾堂外面 我们看着他也会想 这前世应该也是个修行人 要不然他为什么一天到晚 常常来到我们学 可惜的是 他上一辈子临终的时候 一念糊涂 就变成了现在的猫 看到他 我们有没有想到自己呢 我们这辈子如果临终的时候 也最后糊涂了 那我们以后可能怎么样呢 也许也会变成猫 或者你变成袋鼠 或者变成吴尾雄 很难讲啊 所以人呢要清醒啊 下面再讲 生彼徒已 悉令成佛 这个彼徒呢 就是指的基督世界 我们只要生到基督世界 决定一生成佛 此时阿弥陀如来 慈悲至极之 无上圣愿 这个赞叹的话 恰如其分 真的 这一个愿呢 它确确实实是 是阿弥陀佛 大慈大悲的显现 这是讲到阿弥陀佛 所发的第二个红愿 念导啊 称它为 慈悲至极的圣愿 接着 该从恶趣代业往生之众生 数据恶业 硬夺恶道 的的确确啊 我们看了经上所讲的 凡是从三恶道里面出来 来到人间投胎 当人 可是他在人道 生活都不如一 很苦 他又很容易呢 造作新的恶业 那再造恶业呢 他当然又跑到三恶道 再去受报 关于这点呢 大家如果看了地藏经 就非常清楚 所以地藏菩萨在地狱里面 很辛苦啊 好不容易把众生呢 从地狱道里面 把它推出去了 可是过了没几天呢 他又下来了 我们在人间啊 时间不长啊 作为同修 您指望自己这辈子 在人道活多久啊 两百岁 不可能是不是 我们好像没听说过 哪个人活到两百的 能够活到一百岁 都已经上报纸了 而这一百年 时间快不快啊 一弹子就过去了 今年悟生五十三 明年就五十四 你看这个五十三年 啪 不就过去了 所以悟生很清楚 这辈子还能够再谈一次 最多再谈一次 是不是 那这个五十三年 不就一下就过去了 要好好珍惜 每天的时间 不能够空过 但因弥陀愿力加持 往生极乐 不复更多三徒 故曰不堕恶趣 的的确确啊 如果这些三恶道的众生 没有阿弥陀佛愿力的护佣 那他们怎么样呢 都会继续的堕落在三恶道 受苦受报 所以啊 我们真的遇到这些 众生的时候 应该给他皈依 应该呢 劝他念佛 求生西方净土才是 故龙树大誓约 这是龙树菩萨讲的 若人生彼国 终不堕三驱 这是举了 龙树菩萨说的话 他老人家说呢 我们只要生到基督师纪啊 就绝对不会再多到三个道了 有散倒大誓约 乃至成佛不利生死 生到基督师纪 不管您是什么品位 不会再经历 两种生死 换句话说 永远摆脱生死了 所以念老就讲了 是者横出与六去疑 出六道 有两种出法 一个是述出 一个呢 是横出 横出有时候 也被讲着横超 超越 什么叫束出呢 三个道在这儿 人道 天道 声闻 圆觉 菩萨佛 这叫束出 横出是什么呢 从旁边出去 不必经过这个 十个阶级 因此我们生到基督师纪啊 这个跨域就太大 我们是到那边呢 由地球上的人 直接升为 圆教八地菩萨 还有哪一个法门 能够有这样的现象 您查查大藏经 绝对看不到第二个 没有这样的现象 唯独在西方净土 才有这样的情况 后面还是念老所讲的 要此章大愿 摄二殊胜 那么这个第一章呢 就是第一段呢 有两个愿 其实这些也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 阿弥陀佛呢 心心念念要帮助三恶道的众生 求生西方净土 那我们遇到这些动物 要不要帮助他往生基督世界 也应该 二者 凡往生者 西皆做佛 就敬菩提 凡是到达基督世界的 没有不成佛的 全都正得呢 就敬菩提 由此可见 弥陀本心 念念愿一切众生成佛 这里讲得蛮清楚的 阿弥陀佛是什么想法 他愿一切众生都成佛 所以啊 佛有这样的宏愿 那其他诸佛呢 当然也会帮助他 实现这个目的 而此愿既已成就 诸政弥陀 智慧功德 微神利用 不可思议 从这一个大愿 他真正成就了 就可以看得出呢 阿弥陀佛的 智慧功德 微神利用 都是不可思议的 莫云 就是经文后面的一句话 不得是愿乃作佛 得是愿乃作佛 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 这是我们在经文呢 一般后面都会看到 同样的话 这就是说呢 如果这一个愿 或者这几个愿 没有兑现的话呢 我就不成佛 那现在是 阿弥陀佛成佛了没有呢 成佛了 既然他成佛 那他这些大愿兑现的没有呢 都成就了 表 此愿成就 我方成佛 这是表 这些愿成就之后呢 我才成佛 若此愿不成 我终不成佛 故曰 不取无上正觉 以下各愿 简为不取正觉 后面的这个几个愿呢 所汇集的文字啊 就省略了 就没有呢 说得那么完全 他只是简单的 说不取正觉 但是意思呢 都是一样的 所以阿弥陀佛发这一愿呢 条条呢 全都实现了 人家发愿都实现了 我们发愿 有没有全部都实现了 好像我们这一辈子 开的空头支票还不少呢 是不是 对父母讲的话 对老师讲的话 对朋友 同学 同事 甚至对同修们讲的话 有些都没有做到 这个叫什么 打望鱼啊 这是为什么我们舌头这么短 伸出来舔不到自己鼻尖 不应该这样子 既然说到 就应该把它做到 好 我们接着再看第二章 再讲到身体方面了 第二章呢 有三个大愿 从第三愿到第五愿 我做佛时 十方世界 所有众生 另生我差 皆具 自摩真经色身 底下解释 此章 具三愿 这一章呢 有三个大愿 十方世界 所有众生 另生我差 皆具 自摩真经色身 这是第三愿 身息 金色愿 这就跟我们的身体有关系了 当初 阿弥陀佛在音力当中 考察的时候 他就看到 其他诸佛差图里面 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什么现象呢 就是大家的相貌不一样 你看我们现在讲他 我们大家相貌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有分男的 有分女的 对不对 那男的跟男的呢 又长得不一样 女的跟女的长得也不一样 可是我们到达 几多世界就怎么样呢 完全一样了 就像这里所讲 生彼徒者 生皆 子摩真经之色 这个子摩真经 是黄金里面 档次最高的 它是比喻来形容 形容佛这个身相 是最好的 下面再解释 真经色者 改为如来之深色 一般我们塑造佛像的 都是黄金色 为什么用金色来塑造 因为这个五金里面 黄金是代表呢 不会变色 永恒不变的意思 所以我们不要误会 所有佛的身体颜色 都是金黄色的 那个不是 它的本意 它是代表呢 金刚不坏 所以我们如果也有 真经色生 那就太好了 好在哪里呢 您坐在一个地方 坐再久 不累 您走路走再长时间 不累 而且呢 不用吃饭 晚上也不用睡觉 身体呢 也不会脏 这就是得到 子魔真经色生的好处 下面是善导大师 所解释的 诸佛欲显常住 不变之相 是故显黄金色 佛所现这个身体呢 是永恒 不会变化的 也就是讲了 在极乐世界 每一个人呢 他这个身体呢 不会老 当然这个身体呢 也不会死掉 不像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啊 从小时候出生 大家还记录着自己 小时候那样子啊 有没有保留 自己小时候出生 那个相片呢 那么小个 慢慢长 慢慢长 长成个大人样子 到最后呢 越来越衰老 这证明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呢 都有这个生脑病死的 一个自然的现象 而在极乐世界 每个人容貌呢 全都是永远年轻的 所以在极乐世界啊 你肯定找不到一个商店 什么商店呢 美容店 在那边找不到这个商店 也不可能那边有人推销化妆品的 每个人容貌都是永远 青春永住 下面是日本 这个高僧呢 他所讲的 日夕诗曰 此标 中道 十相色 中道 十相 就是讲呢 永远不会变化 这个看法呢 跟这个前面呢 赛尔大师的说法呢 是一样的 下面的内容呢 我们留在明天呢 再来 做一个补充 明天呢 我们接着再来学习 明天是礼拜天 所以明天我们上课的时间呢 改为早上澳洲时间 十点钟 早上十点到十一点半 我们接着再来学习 末学物圣粗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粗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诸位大德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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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